《雷霆881,叱冊903,有谁共鸣》 大家好,我是阿Bird 是一个平凡但又充满好奇心的香港人 我读生物科出身的 但不绕业后,对世界一直都充满好奇心 所以想尝试做多些不同的厂挡、游历 在五年前,小文、阿Bird 和另外六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非政府志愿组织Voltra 顾名思义就是予以公于旅游 他们引入全球超过100个国家 超过3000个国际工作营以及义工计划 在旅程中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做义工 去到日本、欧洲等地方除了购物 都可以选择透过搞节兴活动 学习当地的传统文化 如果想另类一些,更可以深入中东、非洲等 平日难以接触的地方见识一下 意游的理事邓惠荣、阿Bird 就是经过一次西藏和蒙古的旅程 令他明白到旅行原来可以有更深层的意义 我还记得刚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钱 所以就跟朋友去背包 找个地方有特别、有够冒险 但又很有重的人民气息 可以感受到当地气氛 所以选择了西藏 的确西藏的旅程改变了我很多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那里开始了 认识了一些影响我很深的人 例如其中一个他叫阿Pink 他不是我的爱人,那是什么人呢? 其实就是他告诉我 第一就是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其中我在那个旅程里听到一个朋友说 他认为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是人生的必修科 说到这么大的事 后来我也有试过 然后就越来越胆大 对旅行的热爱也越来越深 但无论如何 我仍然想突破那个围栏 怎样可以走到当地人的社区里面 可不可以让背包再进一步呢? 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 阿Pink再次跟我说 他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话说他在2007年的时候 去了一个蒙古的沽宇院 做了一次义工服务 我和你的关系不是建基于一个金钱上的交易 不是基于我是客人你来招呼我 而是我过来是认识你的社区 和你一起围着某一个共同目标 而做一些建设 我有意思 然后我觉得这个概念令到我觉得吸引的话 我未出发就先兴奋 我不断和身边的人不断在说 然后其实很多身边的人都觉得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就借着那个经历 因为阿Pink就介绍了给我知道 这个工作坊的存在 然后他就2007年去 我2008年的时候 就尝试一下游去这个爱蒙古 这个草原上面的沽宇院 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就是那个工作营 慢慢开始把我的人生 带去另一个地方 其实跟很多我不同的旅行经历都一样 我觉得出酒 其实是一个被自己以有思想沉淀 还有再去发酵的一个经历 所以有时转移行再回来之后 人就会有不同的 送这首歌给大家 林一峰的《离开示威尼回来》 他们的你有民�antes 爱上一个人一起去ją路 裁咇着割 Wong 有一些深夜 行情未想好 起点竟然太远 人进进出出在我生命 载截更改幻变天地 компьют月流过 遗憾欲视放不下 仍可 学习去感激得到过地 如放弃一个人 孤身上路 彩罩角上有一些心愿 望着让伤口尽快风干 沿路风光 抹心机细汗 明明是太软弱 偏撞作颜路 糖若结束 为了重新开始 干掉了酒 为了重新斟满 旅途落魄 能让记忆稳固 偶然下雨 怀念阳光可爱 宽漏太短 为了回忆千次 失掉贵宝 为了尋找安慰 我离别你 全会太专心爱 怕忘掉了世间的食材离开 是为了回来 从记重望向跑道 迅速伸出万尺高空 我留下你 城市跟天空大概一样 容纳着敌友 从不知道偏向 曾遇上几个人 一心靠近 才就角上有一些心忍 离别再上路 不管远或近 唐约结束 为了重新开始 干掉了酒 为了重新斟满 旅途落魄 能让记忆稳固 偶然下雨 怀念阳光可爱 唐约痛苦 为了尋早解脱 失掉贵宝 为了尋找安慰 我离别你 全为太专心爱 怕忘掉了世间的食材离开 是为了回来 明天就要飞走 朋友都轻松奉上祝福 旅途愉快 这个工作营里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令到我觉得这么不生难忘呢? 首先一件事就是 那个环境很不同 我记得我第一晚去睡的地方 就是一个蒙古包 真正的蒙古包 我就和很多不同国籍的人 就一起在工作营里面 一起去工作 那个国籍有法国人 比利时 德国 荷兰 韩国等等都有 我就被分配到 和另外五个法国人 同一个蒙古包 很特别 我自己本身去旅行都好 很少说外国朋友 是要跟他对住 两个礼拜 整天工作两个礼拜 都要一起住 还要住蒙古包 大家是没有分房 男女都是同一间房 但是我们没有所谓 换衣服就照样换 然后他们自己平时就说法文 突然间我听到一声英文 然后他跟我说 我就要杀我头过去看看 发生什么事 这些经历令我已经很特别了 亦都因为这些环境 令到我和其中几个法国人 建立了一个很特殊的感情 接着就是很老土 但也很真 我在孤儿园工作 其实我不用特别教孤儿 什么 我们整个外国人 基本上只能和我一起生活 刚才我没有说到 其实我教书 我当时在教书 我教了六年 所以我对教育 是真的有一份执着 去到蒙古的时候 我打算那些小朋友 怎样教法 我心想就是 其实你不用特别教他们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他自然很多东西会学的 最不刻意的教育 可能学习才会在那里发生 事实真的证明了这件事情 我们和他没有教过任何英文 但是整班外国人在生活的时候 他习以为常 就会说英文 我们只是和他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一起落田去种植物 但是我听到工作人员的创办人说 那里的小朋友 起码英文绘画的能力 是奇高的 随着年税 就会不断增长 甚至学校那里的老师 都会反过来 问他们指教 怎样说英文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接触太多外国人了 所以在那里发掘很多 对教育的啟蒙 而且和小朋友之间的互动 很简单很真实的互动 反而就是最有效的教育 这个又令我很难忘 第三个又很难忘 就是蒙古本身的大自然 就是蒙古那片星空 又偷看这些东西 晚上就看一看一看天空 对着这些星 就开始起誓 回来香港 好像朋友说 经历了这些东西 怎么都要做些东西 可能是惊天动地 也可能未不足到 但回来 有能量 有感动的时候 就要做事了 爱蒙古 他们就讲蒙古语 我自己本身就想着 音乐就是最好的交流方法 其实有首歌 它不是正式的爱蒙语 不过他们都会听 好像香音那样 每次当我播起这首歌的时候 蒙古的小朋友 就会很兴奋 很着弱 然后不断地叫我重播 是哪首歌呢 大家去海大陆都知道 或者有些繁衍 但这首歌也是唯有特殊意的 吉祥三浦 怎么会是什么 在海大陆都知道 是哪儿 哪儿 什么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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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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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